我們待會就會去在南投中療的一個果園 那個果園它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在做食物保育的果園 它不使用農藥 然後不使用化學肥料之外 它也不會使用除草劑 它根系也不錯有沒有 然後你看它的土壤又沒有很瘦 不會 很鬆有沒有 有沒有 而且它是很軟的有沒有 有沒有 鬆鬆軟軟的有沒有 它今天放的像這些桶子都是在做釉補 但它不是用噴藥的方式去用它 它本來是用簪譜的方式去黏它 就是用油啊一些油脂去黏它 所以你會知道說它大概就是一個 對相對對環境是比較友善的跟蹤方式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 好像很複雜 可是也好像很簡單 對啦 因為我會希望說大家在購買行動上面的時候 也可以把自己思考一下說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的環境的未來 我覺得如果大家達成到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了之後 就算是 許願已經不在了 其實我覺得相對的它也可以持續下去 那我覺得就一棒一棒的結下去 讓大家理解說 其實你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其實它是最容易可以去 讓環境得到舒緩跟友善的一個最佳的方式 好 喝了 好 蔡大哥 謝謝 蔡大哥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啊你就可以摸啊 我摸就好了 不用了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